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年天罗门广场被杀的不单只是学生的生命 更是所有人争取民主自由的心 香港人有责任为六四重新定位 各位我是陈云 六四对香港人的意义有很多种 不只是限于要悼念 六四首先是揭穿了共产党 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开放改革之后 摆出来那个温和开放的形象 其实是一个假的形象 最终是一个独裁和残暴的政权 是血腥镇压北京天安门 和其他中国城市的民主运动 六四另外揭示的东西就是 要摆脱共产党的统治必须要脱共 所以在六四之后 由整个东欧集团的人民开始反共产党 有广场制宪、有革命、有流血 结果东欧国家解放、独立建国 在六四之后 中国知识分子刘晓波先生等人 在2008年草耳了零八宪章 主张人权立宪和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这是重建中国国体的尝试 可惜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尊重 反而将刘晓波先生下育 将他的太太远禁直至如今 在2010年刘晓波先生拿了诺贝尔和平奖 但这个无改中共对刘晓波的残暴镇压 在六四整件事里 我们会看清共产党的面目 而要摆脱共产党必须要宪政建国 这个是东欧人民的教训 也是刘晓波先生的教训 对于香港人来说 建设民主中国是遥不可及的事 我们可以稀奇 但是无需将精力放太多下去 反而我们要效法东欧国家 要脱共宪政建国 我们今次五区公投全民制宪的运动 正正就是继承了六四宪政建国 和东欧国家脱共宪政建国的国际精神 我们一定会在今次的全民制宪重新立约的运动 继承了六四的先列的位置 我们在香港建国 之后中国的人民会在香港建国 宪政建国 宪政建国 得到啟发 从而得到解放 各位 27年前 在中国大陆发生的这个六四惨案 对香港人有什么启示呢 这个过去大家都讨论了很多 撇开毓民作为一个曾几何时 是一个大中华交的 或者是一个统派的立场 不说 今时今日 香港的年轻一代 他认为 即是说这个六四惨案 对香港最大的启示就是说 中国共产党 或者中国政府 是一个杀人的政权 必须对这个杀人的政权的本质认识清楚 所以我们在香港安身立命 一定要抵抗中国共产党和中共政权的干预 要争取香港的真真正正的独立自主 这个就是香港现在年轻人 从六四惨案得到的启示 正因为这种想法 或者他们认为 今天支联会仍然是叫回27年前的口号 平反八九民运 建设民主中国 结束一党专政 在香港这一代的年轻人认为 跟他们真的没什么关系 他们切身受到影响的就是 以文木倒 这个所谓中国对香港 无论是经济 政治 文化 教育 各方面的全方位的干预 令到香港的年轻人 看不到这个愿景 他们为了自己将来的安身立命 他一定要抗拒中国 对香港的统治 所以六四惨案对他们的最大的启示 就是一定要捍卫香港本身的利益 为香港争取真正的自治 自立和自决 甚至乎有人提出独立建国 对于这些大中华教或者统派来说 或者现在这些泛民主派来说 当然是不以为然 他们认为一定要香港人有一种责任 尤其是在香港的中国人 他对中国的民主不能够不问不问 是吧 这种争论出现之后 很奇怪 也都非常吊诡 这个六八九 他说到小圈子选举产生的特首 在记者问到他 关于这个所谓大学生 和支联会有关六四晚会争论的时候 他竟然说 我们香港人和中国和大陆 大家和内地血肉血脈相连 香港人应该要关心大陆的事情 说到和支联会的立场好像是一样 真的很奇怪 这个就非常吊诡 于是大学生更加会想 连六八九都帮你支联会 那个建设民主中国背书 他们要争取这个香港的自主自决 或者独立 有什么错 六四惨案 对我们香港年轻的一代 特别是九十后和千禧后 我想最大的意义就是在这里 大家好 我是黄阳达 我爸爸是一个共产党员 他曾经经历过文革 在文革的时期 他因为斗争、政治迫害 坐了一段很长时间的牢 然后偷渡来香港 八九年的时候 我是一个小学生 当时我看到电视 看到电视的新闻 看到天安门发生一场这样的民主运动 当时没有人相信会发生屠城事件 没有人相信共产党会开枪 但是我爸爸作为一个过来人 作为一个经历过文革的过来人 作为一个共产党的过来人 他告诉我共产党一定会杀死这一帮异见人士 结果在6月4日就发生了这个屠城事件 其实当年香港人就应该明白到我们面对着将会发生的主权移交 我们将要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政权 那个是一个杀人政权 6月4日对我们的最大意义就是在这里 我们曾经是有机会面对着八九六四事件 那一份的憤慨 那一份民意汇聚的力量的时刻 当主权还未正式移交的时候 我们可能可以争取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香港 甚至乎我们可以争取到一个独立自主的香港 但是我们错失了这个机会 我们一次又一次错失了很多很多这样的机会 过去二十几年来我都每一年都会去维远 去支持这个支联会的烛光晚会 但是近年我终于明白 平反6四这个口号 或者建设民主中国这个口号 其实是导引我们向一个错误的方向发展 那个是一个杀人政权 我们要的不是平反6四 我们要的是中共倒台 但是我们没有能力做到 但是起码最基本我们要保守住我们自己的香港 2014年 我们与公民率先发起香港人的六四集会 那个目的就是为了要去将 一直以来错误的民主运动的方向 导致我们 我们要借着六四这个机会 当这个日子能够引发到这么多人的感情的躁动 有这么多人有感受有感觉 有这么多人会因为这个历史事件而汇聚的时候 我们应该借这个机会去教导大家 导引大家或者启发大家 香港要有民主 首先要确立自己的主权 今年我们与公民普罗政治学院 和香港复兴会 将会推动一个五区公投全民制宪的运动 全民制宪的意思就是说 要香港人一起用我们香港人的意志 去编写出属于我们香港人 自己编写的一份宪章 这个是迈向独立建国很重要的一步 所有的独立运动都是由宪章开始 我希望借助今天这个日子 六四这个日子 会聚到这么多人在这里 通过这个集会 或者通过一个大家聚集的时刻 我希望向大家展示的 不只是说大家要数人头 有多少人点起多少蜡烛 然后拍一张大合照 去告诉有多少人 告诉其他地方的人 我们有香港人记得这件事 我是想告诉大家 因为这件事我们买到一些什么的教训 那教训就是中共是一个杀人政权 而就着这个教训 我们领悟出来的道路就是 为香港好 为我们下一代好 为现在的香港人好 推动独立建国 是我们一个唯一的出路 我希望借这个机会 去汇聚大家的意志 大家聚首一堂 去探讨去研究到底什么的道路 才是为我们下一代 或者是为我们这一代是最好 希望借这个机会 可以向大家宣扬到 全民制宪的重要性 为什么我们要争取香港的本土民权 为什么本土民权必须建基于反共 为什么反共所引申出来的道路 就会是香港建国 希望借今晚这个集会 可以将这个讯息分享给大家 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就着这个课题 去认真去思考 然后决定我们往后的道路 今年六四 我们《易血公民》和《普罗政治学院》 我们就提出 本土民主反共建国 作为我们的口号 其实在当区宣传的时候 很多街坊听到我们说要建国的话 那个反应有点错愕 虽然我们都会提出的一件事 就是说 关于六四 香港人悼念的意义 是要提醒我们自己 共产代是一个杀人的暴政 但当讲到建国那一刻的话 其实很多的街坊都会停一停 去想一想 在过去这二十多年来 我们香港人都是有一个幻想 这个幻想是由支联会 由泛民一直以来是提倡的 就是说要建设民主中国 但事实上在近几年 我们是香港人都会很清晰明白 要保住我们是香港社会的文明 我们的法治 我们一直赖以自豪的 广东话 正体制 实在只有一个方向 就是要保持和推广中港区隔的思想 而将中港区隔的思想 去推移广之 也是不够的 我们更加实在的是 要将它付诸实行 去到付诸实行的话 其实是说 我们如何在制度上 可以透过我们自己的能力和魄力 去制定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宪法 我们自己的政治制度 去到制定自己的宪法的时候 已经意思是说 我们香港人是有权利去推翻 去决定这个政权 究竟它的合法性 它应该继续存在 简而言之 这个就是主权在香港公民手中的思想 主权在民的思想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要保住香港的文明的话 实际的方向就是我们四个关键的 纲领 本土 民主 反共 建国 那我们可以怎样做呢? 在接下来的立法会选举 我们就是会利用既有 现存的制度上最大的功能 就是一个立法会选举 透过五区总辞变相公投的方法 去凝聚香港最大的民意 利用我们自己的民意的力量 去制定属于我们自己 永续而恒久的基本法 所以希望各位支持者 以及各位香港人 请大家多多支持 五区公投全民制宪运动 有的是 如果你是有时间 有能力的话 希望大家能加入我们 能够加入我们的团队 五区都是很需要你的参与 只欠你的参与 我们就是会赢 我们香港人 一定是会能够赢 透过修宪 建国 这一个 是能够保住我们 永永远远 世世代代代 香港人唯一的方向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 多谢 大家好 我是二血公民 钟婉环 1989年的六四屠城事件 我到现在最深刻的印象 其实就是来自我家人 也是来自我爸爸 我爸爸对于当年六四屠城的时候 发生的事相当之关心 亦都特意将他的新闻片段 插录了下来 我第一次接触六四这件抗争的历史事件 是从这些新闻片段之中得知的 那个画面到现在 还是相当之震撼 虽然当时我是很小 但是那个恐怖的感觉 到现在都残留至今 我是没办法想像一个极权 为什么去到什么程度 才会对人民用这么大的武力 去镇压他们 而他们只不过是要求 一些很基本的东西 自由 民主 但是首先我们看看我们自己身边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由两三年前开始 而公民已经是不断想将这个声称之火 去做到遍地开发 所以我们去做过很多遍地开发的街站 以及搞过尖沙咀的六四集会 今年到2016年 我们也都想将六四对抗极权的精神传承下去 去看历史 去回顾历史 而更重要的是 我们希望在这里重新 我们是本土民主反共建国的精神 继续走下去 去做悼念 去做历史教育的工作 去用实际的行动 自己香港自己去保护 秉静着这个精神去守护我们的家人 我们最爱的朋友 我们的亲人 我们的家园 我们的地方 我们的文化 希望我们在今天这个日子 能够有一个正下来的时刻 慢慢去消化历史带给我们的教训 历史带给我们的启示 继续和我们一起勇武抗争 抛开建设所谓的民主中国的幻想 抛开所有不切实地的空想 实在在地走每一步去建立我们自己的国家 大家好 我是熱血公民郡鄭錦滿 我是在1988年出生的 我第一次接触六四事件 是靠自己在网上看资料找回来 不是经家人的告数 或者是经学校的教育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有关六四的 新闻、图片、景点的时候 感觉是很震撼 接着呢 我就有参与过支联会 在维园的燭光晚会 去到我后来 我真的醒觉的时候 可以知道 其实六四事件 比我最大的一个启示 是当年他们有亲身经历过 这个屠城的事件 杀人的政权 那些画面是直接在电视机上直播出街 我当年没有亲身的感受和经验 但是我现在看回 我真的很不明白 为什么还会妄想去建签和住中国 是将我们香港送回一个杀人的极权那里 所以就着香港现时的政局和形势 就是我们必须要重新去反思 究竟六四事件 给我们香港人最大的教训和经历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认清楚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杀人的极权 所以我们不能再依靠 以往泛民带领我们那种 双吐式甚至乎是黑吐式的要求 共产党赐助我们香港人民主或者普选 承着现在的本土思潮 我们要真正做得到自己香港自己救 我们要提出五区公投全民制限的纲领 希望透过修改基本法做到修宪制限 去重写我们香港人的游戏规则 重写我们的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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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